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失眠症是困扰着许多人的一种疾病 大多是由于突发事件、心理因素等原因引起的短期失眠 通过调整,可以减轻失眠的症状 但是很多人都是长期的失眠症患者 这就一定要引起注重了 长期失眠是一件非常让人糟心的事情 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有精神,工作效率低 我们都知道药物治疗失眠是非常伤身体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食疗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改善长期失眠的症状 并且这种方法治疗失眠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益处 大家跟着一起来看看它的做法吧 首先我们准备无科的肝百合 百合是一位具有脂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中药 临床上常常被用来治疗一些肺阴虚 导致的肝壳或者是咳嗽带血 另外百合能够补心、安神 所以可以治疗一些像失眠心剂的疾病 另外心神不灵也可以使用百合 其实百合含有维生素和连液质 对于皮肤细胞、新陈代谢有益处 经常使用一些百合有一定的美容作用 现代的研究表示 百合可以抗疲劳 百合能够促进身体的营养代谢 百合里面的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糖 都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所以百合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保健食品 我们先加入清水 把百合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 我们再换干净的清水 给它浸泡15分钟左右 接下来再准备10克的莲子 如果是带芯的莲子 一定要记得把莲芯去掉 因为莲芯特别苦会影响口感 莲芯可以补皮、益肾、清新、安神 如果是用来泡茶喝 莲芯可以不用去 莲芯对于肝脏有好处 莲芯可以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而且还能够起到强芯、清新火的作用 当出现防灶不安或者是失眠的时候 可以使用莲芯来进行调理 莲芯简单清洗一下和百合一起浸泡 接下来再准备5克左右的芙苓 芙苓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中药材 合理的使用芙苓 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中医认为芙苓性贫、胃肝 对于脾胃以及各个方面都有不错的保鲜作用 能够起到健脾、合胃、凝心、安神的作用 平时生活中如果身体出现了水肿 小便不利、糖多、咳嗽、拉肚子、呕吐、胰筋等症状 都可以使用芙苓来泡水喝 对身体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芙苓有非常好的凝心、安神的作用 如果经常心神不灵、精神衰弱 可以用芙苓泡水喝 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芙苓用清水简单的清洗一下 然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3-5颗红枣 用清水把红枣清洗干净 俗话说一日13枣一生不显老 可见红枣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红枣中含丰富的环童类的化合物 可以对中区神经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达到安神、助眠的效果 红枣还能够起到补血、养血的功效 红枣可以单独吃 也可以和其他的食物一起炖汤、泡水喝 是非常好的养生补品 大枣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所以对于治疗血虚、气虚、皮虚所引起的失眠有帮助 红枣可以养生、安神 所以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症以及失眠多梦等症状都有不错的疗效 清洗干净的红枣我们把果肉剪下来 红枣核去掉 因为红枣核比较照热 特别容易散火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三至五颗的桂圆 桂圆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能够补心皮、易气血、安神 特别是对于大脑有很好的补益作用 能够增强记忆力、消除疲劳 人体内有一种黄素蛋白酶、老B型、肝氨氧化酶 它的活性就能够加速人体的衰老 对它的活性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平时我们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桂圆 有利于我们大脑补充能量 可以增强记忆力 还可以抑制在临床上 可以用于治疗失眠、心悸、心慌等症状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砂锅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 先开大火把食材烧开 煮开后我们打开盖子 再用勺子搅拌一下 让食材受热均匀 这样它们的营养物质更容易释放出来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句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或是在底下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拌均匀后 再盖上盖子转小火 慢煮20分钟左右 20分钟后打开盖子 里面的食材都煮得比较绵软了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一小块红糖 再煮上2分钟左右 莲子、百合、茯苓、红枣 桂圆都有非常好的养心、助眠、宁心、安神的作用 并且没有任何的依赖性 也没有什么副作用 对身体也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 不仅可以起到安神、宁心 还可以养护肝肾 同时也能达到安神、助眠的效果 对于改善长期的失眠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红糖和红枣糖分都比较高 所以对于高血糖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 不适合食用 食用后可能会造成血糖难以控制 对身体伤害非常的大 把红糖煮至融化 大约煮了两三分钟 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关火装碗啦 如果您处于长期失眠的状态下 这道汤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每天晚上睡前一小时服用一晚 喝上一段时间 您的失眠症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改善 我们也要保证睡眠的环境 保持灯光比较暗 可以适当的使用窗帘 让室内的灯光变暗 环境要安静 避免饮用浓茶、咖啡 这道安神汤可以很好地改善我们的睡眠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